30多岁的他因为生活孤独而痛苦 于是打算在儿童节这天把自己结束 这时身后的电话却突然响起 本以为是有人来挽救自己 然而没想到却是房东催他交钱 这下更坚定了他要死的决心 王嘴李猛灌击大口子来水后 他的意识开始涣散 没多久就普通一声摔倒在了地板上 没想到关键时刻房东却及时赶到 这已经是他第六次自杀失败 第七次他索性选择直接跳河 不料却跳到了救援队的旁边 不出所料上万载一次自杀未遂 然而当他从医院醒来后 病房里的人全都用一样的眼光看着他 不明所以的他扭头一看才发现 一个油泥大叔正在自己旁边吞云吐雾 他好心地提醒大叔医院禁止抽烟 然而大叔却充耳不闻 反而悠闲地吐起了烟圈 就在他感到无欲的时候 护士就走过来抓起他的手 然后直接拿走了他手里的烟 上万一时间有点懵烟怎么会在手里呢 看到他怪异的行为 护士认为他的脑子肯定出现了问题 于是就要把他送去精神科 路上他好奇地问大叔也要一起忙 只看到他一个人的护士只能一脸的无奈 当医生问他为什么要自杀 他说自己已经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女人哭泣的声音 一番查找后发现 一个阿姨正躲在医生的柜子里哭泣 上万质问医生 为什么要把阿姨关在柜子里 这让医生更加的疑惑 因为在他的视线里柜子那什么也没有 上万开始破口大骂 医生是个禽兽 这下不用检查 他就直接被确诊了 直接拉走半离住院 晚上上万图发鸟急去上厕所 却看到一个老头正蹲在护士台上 他把桌子上的文件都吹到地上 然后趁着护士弯腰剪的时候 蹲在护士台上偷偷地观看 老头一转头就发现了好奇的上万 接着他的脑袋突然大了好几圈 这可把上万给吓坏了 还没等他离开 白天的大叔和阿姨又同时出现 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见鬼了 他敢忙慌里慌张地回到了病房 结果一转身却发现 三个大头娃娃正飘在空中等着他 还声称要和他共用一个身体 上万当场就被吓得晕了过去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 他才被查房的医生叫醒 本以为昨天的一切只是个梦 然而转头却惊讶地发现 昨天的三个人边上又多了一个小孩 并且和昨天一样 这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看不见他们 此刻上万终于明白 原来一星球死的人 是真的可以看到鬼魂的 几天之后上万终于出院了 可是那四个鬼魂依然都跟着他 无论他走到哪里 他们都跌落汗一样趴在他的背上 在外人看来 他就像是一个半死不活的虚托男 每次出一趟门 简直要了他的一条命 原本冷冷清清一个人的家 现在却变得像十四十通堂一样 不仅如此 四个人还都冷流西服到上万身上 做他们生前最喜欢做的事情 有你大叔用上万的身体抽烟 短短几天就抽了他八辈子都抽不完的量 好色大爷用上万的身体喝酒 一次就能喝完二十几瓶二过头 每次喝完不仅直接站到阳台朝下撒尿 还言语调戏隔壁的大姐 活泼小还用上万的身体疯狂加餐 吃的都是高热量的垃圾食品 以至于他的冰箱内在满了各种零食 虽然爱哭阿姨很少借用他的身体 但阿姨却有一个特殊的癖好 就是每天醒来时 上万都会发现阿姨就躺在边上盯着他看 每次都能把上万吓得不轻 四个人对他的肉体和精神进行双重的折磨 一段时间后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 他始终都想不明白 明明自己的生活都已经够苦了 这四个鬼魂为什么又要盯上他呢 他忍不住对几个人破口大骂 难道你们的家里都没人击败吗 然而几人对他的话却无动于衷 由于家里阴气变重 晚上上万实在是冷得睡不着 就算是半夜爬起来把温度开到最大 屋内还是能结一层厚厚的冰霜 忍无可忍的他只能找到大师寻求帮助 怎么做才能把他们四个赶走 大师告诉他你只要满足他们的愿望 他们肯定会从人间消失的 一回到家上万就问他们都有什么愿望 耗子大爷率先开口 他希望上万能帮忙找到一个相机 上万带着大爷找遍了成尼所有的相机店 最终还是没能找到他要的相机 上万希望大爷能给一点提示 大爷说相机在一位老警察的手里 上万埋怨大爷为什么不早说 大爷只好解释道 只要生者不问 事者就不能主动透露信息 于是两人就来到了警局 然而老警察根本就不认识上万 当然也不会承认拿了他的相机 想到老警察可能是需要一点好处 于是当晚上万就带着礼物又找到了他 没想到警察正在执行任务抓坏人 因为他的突然出现导致坏人趁机逃走了 接着他就被以妨碍公物为由关了进去 看这些都行不通 大爷只好接住上万的口 说出了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小秘密 还没等他把话讲完 老警察的态度就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不仅敢盲拿是无赌住了上万的嘴 还要把相机给他之后再把他无罪释放 拿到相机之后 上万在大爷的指引下来到医院 找到了大爷生前的一位好友 在时隔多年后收到相机 好友仿佛看到了曾经的大爷 于是拉着上万就非要喝上两口 这也正好给了好色大爷喝酒的机会 就在两人正喝得兴起的时候 边上的护士走过来提醒他们 病人是静止饮酒的 看到护士拿一脸清纯可爱的模样 上万瞬间被迷得春心荡漾不能自已 好色大爷看出了他的小心思 作为回报他决定帮助上万一把 于是他附身到上万身上 以一种自认为很潇洒的姿势上前搭讪 然而那老涛又油腻的情话 可谓是越帮越忙 直接把护士小姐姐搞得一脸懵圈 虽然最终没有搭讪成功 可好在已经成功帮助大爷完成了心愿 接下来就冷得活泼小孩了 他的心愿是去看一场超级英雄大电影 上万带着他来到电影院 没想到月老再次为他牵起了红线 在这里他再次遇到了医院的护士颜秀 颜秀也带着一个小孩 小孩是医院一位患有绝症的病人 上万礼貌地走上前 本想要为昨天唐突的大膳道歉 可下一秒 活泼小孩却附在了他身上 原来他看上了小男孩手中的棒棒糖 很想知道哪里可以买到 然而当颜秀转过身 看到的却是上万挖着鼻孔的球样 这一下让他在颜秀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看电影的时候 上万和活泼小孩被电影中的内容 都得哈哈打笑 可这在颜秀看来只有上万一个人在傻笑 看完电影后 上万又给活泼小孩买了个东门玩具 趁着颜秀去上厕所的间隙 活泼小孩再次浮身在上万身上 来到小男孩身边要起了棒棒糖 然而这一幕再一次被颜秀无意撞见 他认为上万不该这么欺负一个小孩子 等到吃饭的时候 他们再一次有缘分地来到同一家面馆 活泼小孩借着上万的身体一顿胡吃海盒 这一幕简直要把一旁的颜秀吓坏了 没想到却让吃不下饭的小男孩非常的崇拜 这也无意间拉近了上万和颜秀的距离 饭后他们一起来到摊位前买东西 上万一次就中了一个超大的浴行汤 看到小男孩很喜欢他本想送给他 结果却引起了活泼小孩的不满 两人躲在车后面争吵了起来 然而在颜秀看来 上万只不过是躲在车后不断地自言自语 不想给就不给也不用这么表演吧 这一刻上万在颜秀心中的形象彻底崩塌 第三个要实现愿望的是抽烟大叔 这晚他们一起潜入了一个废弃厅车厂 两个人捏手捏脚地寻找着众议的车辆 大叔还在一旁讲起了鬼故事 没想到身为鬼魂的他竟然也会怕鬼 不一会他们就找到了目标车辆 就在两人准备下手时 却被车厂的老板发现了 老板开上车就对他们穷追不舍 追逐中上万发现老板的状态很差 经过询问才得知 原来是他的妻子想要和他离婚 老板怀疑妻子在外面有了人 但是又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上万承诺一定帮他找到离婚的原因 随后便开始天天跟在老板妻子后面 这天他一路跟到了医院 原来女人被查出了癌症又怀了孕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他拒绝接受治疗 为了不让丈夫担心 他才提出了离婚 得知真相的上万躲到了楼梯间 一边抽烟 一边和大叔讨论女人的选择问题 就在这时 发现他的严秀走了过来 温柔善良的严秀劝他最好戒烟 因为那个女人患上的正是肺癌 另外他还给了上万一张名片说 上次的小男孩很喜欢你 希望有时间你能过来陪陪他 上万答应了下来 回到车厂 当他把情况告诉老板之后 老板当即找到了妻子 两人决定一起去面对这次难关 作为回报 他送给了上万一辆黄色出租车 大叔用上万的身体开车直奔大海边 路上穿梭在乡下田野 享受着四溢的微风 虽然不知道大叔为什么来海边 但直到抵达目的地 上万才意识到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看到大海 他们来到一处安静的海滩 坐在那里听着海狼拍打的声音聊天 上万突然好奇结婚之后是什么样的 生完孩子之后还会这样开心吗 大叔告诉他当然会而且更开心 因为从一个人变成三个 什么都会成三倍 三倍的开心 三倍的生活动力 然而上万看到的却只有悲伤 觉得压力也会变成三倍 而大叔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 那就再生一个变成四倍动力就好了 紧接着就傻笑着想要拥抱大海 不会游泳的上万表现得非常抗拒 但被大叔附身的他又深不由已 最终不得不跟着大叔跳入了大海之中 进入水中后 他在水中不停地挣扎 大叔告诉他要勇敢地 只面对海水的恐惧 听完大叔的话后 上万忽然产生了一种很奇异的感觉 因为这是第一次有人教他游泳 也是第一次有人教导他 怎么去面对困难 此时上万没有注意到的是 另外的三个鬼混也来到了海边 傍晚的海风中依然夹杂着暖影 时间也仿佛在这一刻放慢了脚步 回去的路上上万把手伸出窗外 感受浮过的微风 这一刻他仿佛明白了家人的意义 头一次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温暖 这颗估计多年的内心 被阿姨重刷了一遍 上万仿佛是赢了这样的生活 此时在看着四个鬼混的身影 心想如果他们是自己的家人该多好啊 一个惬意的午后几人坐在窗边 一起捧着那个超大的鱼塘慢慢下手 为了更好的跟严秀打好关系 上万买了一大堆动漫光盘准备送给他 回家的路上大叔像往常一样抽着烟 突然间他看到上万也在吞运突兀 这一刻他感到十分的自责 自己不应该把这个坏毛笔传给上万 于是便直接把烟扔到了车外 没想到却被交警逮了个正招 交警让他出示驾驶证 结果却发现上万根本就没有驾照 于是他就被无证驾驶的罪名带到了警局 心反意乱的上万想要抽支烟缓解心情 但大叔却总在一旁将火吹灭 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的拉扯 这诡异的一幕恰好被两个值班警察看到 他们以为是上万的精神有问题 于是让他抓紧同志家人来接他回去 然而上万听后却沉默了 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情人 就在他茫然无措时他想到了严秀的名片 可是直到深夜严秀也没有来接他 他一个人在警局南南自语道 身为一个孤儿我怎么会有情人呢 从小到大的所有节日我都是一个人过的 我在混混乐乐中长大 我赚不到多少钱也没人喜欢我 我的脑子很奇怪 无论我怎么回忆 我都记不起家人的模样 每个重要的时刻我拍照几年 照片里都是只有我一个人 像我这样一个无亲无故又没出息的人 或许只有死了才能得到解脱吧 他没有注意到的是 这些自言自语全都被赶到的严秀听到了 严秀走到上万身旁 似乎是严正上万有没有说火 他用耳朵贴近了上万的胸口 一瞬间上万的内心犹如策马笨疼 分不清到底是心跳还是心动 后来上万才得知那是严秀的职业习惯 作为护士 他总想知道他人的心跳怎么样 严秀开着出租车送上万回家 上万也把准备好的光盘送给了严秀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严秀抱起来多么的费力 甚至还呆呆傻傻地站在那里挥手 知道大叔提醒 他才反应过来前去帮忙 看到他在严秀的公车慢慢启动 上万的内心突然感到失望 他再也压抑不住躁动的情感追了上去 公交车上上万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也慢慢贴了过去想要听听心跳 寂静的公交上严秀的脑子一片空白 两人的红线缝缝补补纠缠不清 最后还剩下爱哭阿姨的冤枉没有实现 阿姨说想做一顿饭给爱的人吃 当问到爱的人是谁时 阿姨听后却又突然大哭了起来 上万就提议可以我们几个一起吃 没想到阿姨立马就同意了 不过他还想邀请严秀一起过来 士气定下来之后 两人就一起来到菜市场买菜 阿姨瞬间好似变了一个人 脸上始终都挂满了笑容 从始至终都挽着上万的胳膊到处挑选 并且非常喜欢水芹菜一次性买了一大捆 当晚严秀如约赶到 看着一大桌子丰盛的饭菜 严秀忍不住好奇地问 你每天都会这样做饭吗 还没等上万开口 四个鬼就轮番上阵 浩瑟大爷用上万的身体说 如果是为了心爱的人 我愿意每天都做 如果每天能面对面吃饭 想想都觉得开心 三两句话就让严秀顿时羞红了脸 当他问到上万现在还抽烟吗 大叔直接替他作答 作为一家之主 以后绝不能碰那种东西 一旁的大神也没有闲着 连忙将自己拿手的紫菜包饭推了过去 看着严秀吃得开心 他又忍不住哭了起来 而活泼小孩则是热情地邀请严秀一起看电影 在严秀的眼中 这些话都是从上万的口中说出来的 他觉得上万的表现很奇怪 当浩瑟大爷复身时 上万就是一个花心的情场高手 当抽烟大叔复身时 上万就像是一个老气横丘的油腻男 当活泼小孩复身时 他又变得纯真且幼稚 当爱哭爱一复身时 他又变得多愁又善感 因为性格上的频繁转换 让严秀觉得上万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男人 以后相处起来肯定会非常累 所以晚饭才吃到一半 他就起身回家了 这也是对上万领一种形式的拒绝 严秀离开后 上万心里涌上了无尽的失落感 严秀是他唯一想清静的人 如今却又被拒至门外 他觉得都是四个鬼给帮了倒忙 也觉得他们没必要再留在这里了 所以他直接对四个鬼魂说 你们跟我非亲非故 我已经帮你们把冤枉都实现了 你们已经不再需要我了 就赶紧离开吧 第二天醒来之后 上万发现他们果然都已经离开了 热闹的房间一下子又变得寂静 只留下房梁上那没吃完的鱼尾巴 还有一份爱哭阿姨做的便当 一想起之前那段时间 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虽然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鬼魂 但有他们的存在 这个家至少热闹了很多 不管过往的时刻有多温馨 那四个鬼魂对他而言终究是陌生人 他终究还是孤身一人 一事无成和赖你一样的人生 当这个想法在他的心里出现 他的内心再一次陷入了阴暗 他也再一次有了自杀的念头 这一次他打算在车内烧炭 点燃木炭后 他坐在车内静静地等待 此时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 接着全是严秀那美丽的笑容 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牵挂 同时也多了一份活下来的勇气 因此第八次的自杀计划也已失败告终 认真的打扮一番后 他带着爱哭阿姨的饭来到医院 虽然说不出撩人的情话 但真诚往往最能打动人心 他想邀请严秀一起吃一个午饭 这一次严秀没有拒绝 两人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一起吃着爱哭阿姨做的紫菜包饭 吃着吃着严秀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别人的紫菜包饭都是用菠菜 你的里面为什么放的是水芹菜呢 这个问题很寻常 所以上万下一世的回答 我妈妈说水芹菜对血液有好处 所以就用水芹菜替换了菠菜 然而下一秒上万像是被定格一般 她突然找回了曾经都市的记忆 原来爱哭阿姨就是她的妈妈 紫菜包饭的味道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那时候妈妈也总是躺在旁边看她睡觉 妈妈还曾在菜市场打趣地说 什么时候才能挽着上万的胳膊买菜呢 这一刻上万想起了所有事情 她也终于记起了家人的模样 接着她开始飞奔着朝家里跑去 她想起哥哥被人抢走了电影票 虽然被揍得鼻青脸肿 但哥哥还是对她承诺 将来一定会带你一起看的 她想起爸爸买了一辆全新的黄色出租车 准备带着全家人一起去海边请住 为了能记录美好的回忆 爷爷一把就抢走了邻居的相机 逃跑中还不忘承诺一定会还给你的 爸爸说到海边就叫上万如何游泳 结果他们却在半路上不幸发生了车祸 妈妈紧紧地将上万护在了怀里 最终也只有她侥幸地活了下来 都说巨大的变故会让人失去记忆 从那之后上万就忘记了家人的模样 爷爷借的相机被当年的老警察捡到 原来这四个鬼魂正是她忘记的家人 她从医院一路大哭着跑回了家 可是家中早已经没有了家人的身影 她大吼着让他们出来 不要完成自己的愿望就已走了之 不要像之前那样一声不吭地走掉 就在她快要被强烈的悲痛感淹没时 幼小的哥哥从身后跑了出来 她把一个玩具送给了上万 因为在她心里弟弟会非常的喜欢这个玩具 随后爷爷也从一旁毛了出来 他关心着上万是否已经有勇气去告白 再接着就是那个油腻的爸爸 他教会了上万抽烟但又不想让他抽 另外他会教上万开车 只要有他在绝对会保证儿子一路平安 最后漂亮的妈妈出现在自己面前 哭着对他们的一走了之感到抱歉 上万问妈妈我能不能和你们一起走 妈妈却告诉他一定要好好活着 原来他们并没有离开 而是一直都在默默地陪在他的身旁 上万大哭着扑进了妈妈的怀抱 这一刻他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 一家人终于相认 他们的脸上也终于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爷爷在此拿出相机全家人来拍一张合照 随着咔嚓一声灯光闪烁 全家人的合照也在这一刻定格 他们面带微笑嘴角上扬 只有上万眉头紧锁督治嘴 仿佛是一个收了多年委屈的孩子 从小到大上万的照片都是毒照 可他不知道的是 家人一直都在见证着他人生的重要时刻 将来他也会带着这些祝福幸福的生活下去 开心家族是由金英卓指导 车太贤 强一元和高昌戏主演 上映于2010年的韩国家庭喜剧电影 影片的结尾有个小彩蛋 上万在吞服安眠要自杀时 四个鬼魂就在他的身边焦急地盯着 是他们喝光了所有的饮用水 原来上万从来不是孤身一人 在过往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他的家人其实都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 上万一开始不清楚四个鬼魂为何念着他 也不懂他们的要求为何如此奇怪 这些看起来就像事故浓玄虚的情节 却在结局出现了今天的反转 揭露真相的瞬间 人们会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 每个人都在家人的爱与期望中诞生 也都会在家人的爱与期盼中成长 即使无情的岁月把他们带走 我们也不会是孤身一人 导演用一个虚构的故事 探讨了关于亲情的深刻话题 即使亲人离开了我们 无法在孤独无助的成长过程中陪着我们 但他们的爱始终是不会消失的 这份爱或许就如同看不见摸不着的亡魂 在需要的时候就会陪在我们身边 爱从来不会因死亡而消散 上万是幸运的他可以感受到一世的家人 他们用一次次无厘头的要求 弥补了自己对上万难一份缺失的爱 然而现实中的我们并不能像上万那样 每个家人的离开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有的人会因此一蹶不振 有的人会因此惶惶终日 但我们一定要相信 即使生老病死带走了他们的生命 也绝不会带走他们对我们深切的爱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我是鲨鱼 期待与您的下一次相遇